奶奶你做的是什么好吃的是不是辣条 哈哈哈哈不是辣条啊宝贝奶奶做的是那个椒盐土豆 味道非常好吃的哦 味道麻辣的味道啊 香不香啊 哈哈哈哈 有点辣辣有点辣辣呀是有点辣辣 首先把买回来的土豆把这个皮夹掉 先切成厚厚的片 然后再切条 再切成这个小方块 切均匀一点 切好后放在一个大盆里面 放在凉水 浸泡一下 防止这个土豆变黑 然后锅里放水 把这个泡好的土豆滴开水分 打到锅里面煮 把它煮熟 放点盐 跟热味 然后大概是煮两分钟左右 不要煮太久 太久了就很容易辣 好了差不多了 把它捞上来 这样煮一下 等一下就不会硬鲜这个土豆 然后煮好的土豆再加点凉水 先泡着 如果不泡的话就很容易连在一起这个土豆 朋友们不要炸眼 现在我们开始来调料 这一道菜 强烤是这个调料 一小勺 椒盐 一小勺 制冷粉 放一点盐 五香粉 辣椒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发酵粉 酥芝麻 把饮料放一放不用 然后锅里放油 把这个沥干水分的土豆放下去 两面煎 把它铺平 要用中小火 火不要太大 太大很容易 这样转一下也可以 不要急 这个要慢慢煎的 要煎到两面金王 有点点金王啊 很香 像这样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哇 金王金王的 煮熟的时候一定要泡一下水 你看像这样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把这个红椒 葱花 加进来 这个调料一起加进来 一起翻炒 哇好香啊 太香了 朋友们 这样做的土豆你们吃过吗 哇实在是太香了 奶奶你做的是什么好吃啊 我做的是 椒盐土豆哦 椒盐土豆 对 我做的麻辣的香味了 哈哈哈哈 你做的麻辣的香味啊 嗯 这个香味有点像麻辣的香味 太香了是不是 给我吃 给你吃啊 流口水了是不是 来吧 给你吃一开就给你吃一开呗 辣辣的 一点点辣 给你吃一开呗 嘿嘿嘿 香吗 香 好像辣条 好香辣条啊 多吃两开好吗 刚才还是辣辣的 有一点辣的呀 不怕 消费了吃辣椒 炒有好菜吃 好吗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啊 好要啊 好的 来来来我再来一口 咱们还要的麻辣味道 香麻辣的味道啊 哈哈哈 是 真的香麻辣的味道 我那天有一个凳子 你要去拿凳子来啊 好的 小盐土豆做好了 外香理论 鲜香热味 这种做法 又可以当小零食吃 下酒 下饭都非常不错的 大来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做法又非常简单 朋友们 你消费了吗 我费多看几篇视频啊 干注啊 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